每晚八点 聆听读者 一向以高情商著称的黄磊 前几天却因为一个行为引起很大争议 甚至上了微博热搜 在综艺向往的生活中 节目组请来了几位当后明星作家宾 面对热情有活力的孩子们 身为主人家的黄磊却显得有些热情缺缺 僵硬地向来人们打了招呼之后 就一头扎进厨房做饭 也不愿意参与集体活动 提早跟何俊打好了招呼 你们晚上玩游戏 我早点睡 甚至在晚餐过后 大家围坐在一起 有说有下地谈天说地时 他丢下这样一句话 让气氛瞬间有些尴尬 说真心话 你们这一大堆人来 我没什么感觉 因为我和你们也不熟 我没必要和不熟的人非得瞎扯 这样的言行 黄磊跟一直以来展现出的随和 亲切的形象有些不大 也因此引发了很多网友的不满 认为他情商低 不懂人情事故 有两副面孔 有人说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和摄像机 就算不愿意 装一下热情有那么难吗 对于演绎经验丰富的黄磊来说 肯定是不难的 但是他用自己的行动 很明确地回答了 跟陌生人强平装熟 这件事可以 但是没必要 因为他除了浪费时间和精力之外 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 黄磊师昊也解释过 自己年纪大了 真的累了 不再像年轻时充满活力 再没有那么多的精力 对每个人充满热情 这话其实套在我们身上也一样 英国牛津大学和芬兰阿尔托大学专家 联合研究发现 人们的交际巅峰 出现在25岁左右 此时朋友数量最多 之后朋友数量就会开始下降 以前总是爱热闹 爱受人关注的感觉 经常一大群人 不管认识不认识 就一起出去吃喝风玩 有点大事小事 就爱发个朋友圈 招搞天下 认为自己的朋友 遍布五湖四海 看着微信里 庞大的好友数量 洋洋得意 后来毕业了 工作了 朋友圈调成一个月可见 当初那些喝来的 玩来的朋友 再也没了联系 偶尔刷到他们的动态 看着陌生的名字 还要花时间想想 这个人是谁 曾经乐此不疲的社交 成为了最恐怖的事情 除了知己至交 其他的聚会 能避则避 实在避免不了的 宁愿自己缩成一团玩手机 也不愿意跟旁边的陌生人 寒暄几句 甚至在大线上遇到认识的人 都要在对方发现自己之前 古灯绕路 为了不尬聊 可以说是十分努力了 为什么人25岁之后 朋友会慢慢减少 答案很明显 因为懒得浪费时间跟你先扯 与其跟没有共同语言的陌生人 硬凑在一起尬聊 为了找寻话题 绞尽脑汁 还不如沉默 宁静也曾经上过一档 因人际关系而热议纷纷的综艺 在那档综艺中 他跟几名原先不熟的明星 一起结伴去世界各地旅行 相伴出行 本是最容易增进感情的方式 尤其是在异国他乡 人会下意识地 依靠自己身边的人 但是一整季节目下来 他们的感情 真的变得轻如一家了吗 在另一档节目中 宁静很耿直地 对这次经历做出了评价 我觉得大部分人 都是在装的 装作大家在一起时 氛围很好 装作我们都很有集体意识 而被问到 在节目中产生的矛盾 最后有没有化解 跟嘉宾们 有没有重归于好 宁静很直接地表示 没时间去管 大家到不同 不相为谋 到不同 不相为谋 这其实是社交 最好的状态 以前总是担心 给别人留下 不合群 难相处的印象 怕被人孤立 所以就算不喜欢的聚会 也硬着头皮参加 跟三观不合的人 也费时费力地交流 就为了给人一种 我很圆滑 很懂交际的印象 但这样做 得到的结果 往往是费力不讨好 不喜欢的聚会 参加多少次 依然不喜欢 而不喜欢你的人 再费尽心思去讨好 也永远不可能 发自内心喜欢上你 合不来的人 相处时间越久 只会把矛盾 积攒得越来越多 所以 何必委屈自己 去强行跟不熟的人 讨交情呢 道不同 不相为谋 合得来则去 合不来则散 比起刻意逢吟 让所有人都喜欢 身边有两三知己 更加重要 去年年底 有网友在微博问 你觉得过去几年 自己最大的进步是什么 高赞评论 一针见血 不再追求 所以社交 曾经总觉得 多个朋友 多条路 人脉比能力更重要 等真正成熟了 或者吃了教训之后 才发现 那些在酒桌上喝到吐 才积攒下来的人脉 真的没什么用 在请停止你的 无用社交一书中 有这样一句话 虽然你加了 很多人的微信 但并不意味着 微信上的好友 已经成了你的人脉 也许 你只是对方 微信列表里 一个头像而已 能够结交下来的人脉 要么是三观相近 谈得来的朋友 要么是能够互惠互利的合作伙伴 吸引前者靠内涵 吸引后者看能力 而内涵和能力 靠喝酒 是喝不出来的 所以 与其把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社交上面 不如静下心来独处 省下的时间 用来给自己充电 跟知己谈天 哪怕是在家舒舒服服地睡一觉 都比跟不熟的人瞎扯 来得更痛快 人生很短暂 不要把美好的时光 浪费在不值得深交的人身上 圈子不同 不必强容 垃圾社交 不如独处